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的观众回忆之后只需要拿一张黑色的纸 把黑色的纸剪成一个圈 给它贴在橡皮圈上 什么样的圈都可以 对 然后只需要变的时候 我们再拿一个小法片 上面有什么图案都可以 这个可以自由发挥 先是也是看它还在 但是当我们把这圈套在一起的时候 把这个放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样看一下 就是把这个给拿起来 然后扣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三个纯实拿起来 对 然后再扣在这个上去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小怪兽把它拿走了 没错 这个视觉销 我真的是感觉这个硬币呢 已经消失了 实际上它还是在 对 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真的 这个可真是 说神奇也神奇 说这个是小妙招 你这个是小妙招 电视机你学会了吗 反正我是学会了 那电视机的同学们 你们学会上一个小魔术了吗 那么下面这个魔术 绝对让你大湿一点 这样来这魔术呢 还是个硬币的魔术 白天呢 帮我检查一下 这杯子有没有问题 这杯子我认识 这就是我们大山库的 玻璃杯吗 好 这样帮我瞧瞧 这门开的底非常坚硬 没错 很正常 没问题是吧 我这里呢 有一个五毛的 和一个一块的 你选择一个 五毛的吧 这是黄色 能看得见 好 那这样 我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五毛的硬币 透过这个玻璃杯 给它落进去 我不屑 听你说我又不屑 当然是我这点 不太简单了 对啊 但是我要通过它 这点 给它飞进去 相信吗 我不屑你来 不屑是吧 我眼睛中的看 好吧 千万别眨眼 看 我就一眼看着 它的手指 硬币就进去了 哇 就是很不懂 和本工的生活 这场 就是这场生活中 用到的硬币 对 这边可以检查一下 对啊 它没有什么暗槽 你这个脱槽也特别简单 可以敲一下这边 对啊 这太正常了 怎么样 这真的很神奇 这真的是让我 大睡惊 不知道 电视机前 你有没有大睡惊吗 如果第一次想看见 更好玩的魔术 一定要锁定 笔眨眼 收拾一下 就发现了 一个小骋